我們就要問 哪裡是穩定的市場 說就這 說就這 我有一個事情 是讓媒體誣衊到不行的 你知道去年柳町拔拔 政府補助一間幾個要補助 補助是特定的合作社 結果他們收留町 去讓這個合作社 是要讓他們加工接 再度的到加工廠 結果這廣中拆那一堆不知道 去刷牡丁 黑空床都帶下去刷牡丁 掩埋喔 掩埋 還沒有埋被我們抓到 我用空拍機去找到 去找到 堆積如山的牛丁 這是會收是要去做固執 怎麼會去做固執 做固執 人家也不服成本 人家也不可以做 很多因素 他幫忙回收 他有賺手續費 他沒有拿去做固執 等到有可能他去跟農委 再領一條加工廠用 特定人 這個人 這個人只要站在 對候選人旁邊都是戴口罩 都是這樣 都怕人看的 經驗在刷牡丁 這樣我去撿出來 鐵車政府 這樣你有功勞耶 媒體打成什麼你知道嗎 打成什麼 從網軍開始說 林國慶 那個 讓果龍 再受傷一次 這個是壞掉的果實 這不是 不是現在能用的 其實我去現場看 你知道嗎 那個車 現車去的 是 踩車 手機 走到屁股 走到 說委員 你不要把我們拼 我說 你們這座車來 等你把報天天賦 你那補助車來 補車 還是什麼人叫你車來 不敢說 是 一下子 那個合作社的負責人 馬上非分來到現場 委員 我以前有怎麼拼 這次我怎麼拼 你不要把我拼 不要把我拼 我覺得這個人 都跟那邊都騎走 所以所謂的補貼 真正該補貼的沒有得到 錢進去 有去查 有去查嗎 結果 他還違反垃圾清理辦法 還違反河川管理辦法 在河川黑空 結果不是一空而已 一空一空有夠多空 亂挖一通 我能揭發這個弊案結果 應該是大家會打破 他剛才跟你討拼 說民國慶傷害果農 讓果農 雪上加霜 雪上加霜 二次傷害 國慶兄下次你有這個 影片一定要給我們新聞打白話 我們就圓圓奔奔 把故事都 還有下一次一次就嚇死了 給揭發出來 不過我知道國慶兄 為什麼會離開民進島 據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你看到 譬如像香蕉問題 譬如說這樣 剛剛他揭發出來 農產品的問題 產銷失衡 有上去像我們的蔡總統 可能有一些建言 蔡總統不要插味 這樣好不好 香蕉 我說香蕉 幾年前香蕉大斑拌 我個人買了一千公斤 買一噸的香蕉 我送給小英總統 送給行政院 送給立法院三個單位 結果 他們送給憲兵營 我記得 對喔 我沒送你們國慶 我送一個長期支持 民進黨的農民證 是 我是要提醒小英總統 你要去注重這個問題 怎麼去交融 我沒送你們國慶 有夠厲害 查出來 查指紋 查指紋 他怎麼會知道 他怎麼會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他怎麼會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因為國家自言 知道你那記的管道 你說哪裡記 他去找走的人 走走的人 都什麼人叫他走的 是 我們知道你的好朋友 這個陳明文也是一樣 因為 沒有... 不一樣 不一樣 對 不一樣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他是拿三招用雜的 對 我們現在就在講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他是拿來看的 是 態度不一樣 你如果有在庭 有在庭 你怎麼拿去用雜的 為什麼時空環境不一樣 你的動作反應就不一樣 所以明文規定就是這樣子 在國民黨執政的2011年 這個明文是 國民黨執政出來的人才 對 他拿這個香蕉去丟 對啊 2020年問題沒有解決 可是他只是很禮貌的 要農委會加強收購 可是收購的狀況 就像我們 這國慶兄剛才講的 很氣憤 很氣憤 怎麼辦 都沒有解決 我覺得現在台灣出現很多問題 就曬我們這些民進黨的官員 自欺欺人 每次都喜歡講那些 不棄實際的話 之前當立法院 當媒體去質詢 產銷失衡這個問題 其實連續幾年都發生 每一年我們就要集資去幫忙 挺台灣的證據 每一年都要買一次香蕉 因為香蕉 你根據農委會的資料 每一年都在做產銷緊急處理 香蕉連刷三年 高麗菜也連刷幾個年 鳳梨也是連續三年 好了每一年大家都用吃來解決問題 結果陳其中怎麼說 他說台灣這幾年風調雨順 沒有任何一個農產品有產銷問題 他敢這樣子對著媒體對著立委講 可是事實上是什麼 是沒有一年沒有產銷問題 每一年都有 農委會的農發基金 昨天媒體這個節目也有討論 農委會有一筆農發基金 農發基金裡面有一筆預算 叫做這個產銷緊急處理計畫 什麼情況要緊急處理 當然就是失衡的狀況 大家去看需要緊急處理 而花的預算越來越多 每一年砸這些錢下去 收購了以後幹什麼 堆肥農委會拿去堆肥了 已經夠讓人家痛心了 還有一年相交是怎麼樣 農民送過來 農委會把你掛一刀 叫你再運回去 叫你再運回去 他為什麼要把你割壞呢 讓你不能再拿到市場賣 請問農民運回去能幹嘛 還不就是堆肥 這還沒有在這個統計數據裡面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如果飯裡面 碗裡面的飯沒有吃完 都會被罵浪費食物 大人會嫁娘子 結果為什麼男生 就沒有說會娶一個娘子 小時候會被阿嬤講過 我也是說娘子 娘子 所以現在看到台灣 這樣浪費食物 浪費農作物 真的覺得所有的台灣人 都會覺得我們這些官 在幹什麼 你如果說今天 每一次都是第一年發生 第二年就解決了 大家可以忍耐 可是你每一次 是同樣一種作物 是連續幾年 每年 每年都一樣 你是智商不夠 還是能力不夠 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人 我們必須講 蔡總統你已經執政五年了 五年來 你的問題沒有解決 至少我們現在看到 是沒有解決 那這一個人 小英男孩 陳吉仲 你現在被重用 包括護航萊豬政策 包括愛國鳳梨超買 以及藻礁溝通環團 通通都是你 那你到底做了什麼 難道就像這個國民黨講的 你只是做 撒幣 撒謊 撒野 三撒主委嗎 當然我們知道 你有空軍 你有陸軍 你有1450 你有很多的不住款 你可以收購 你可以就像剛剛講的 我收購特定的人 我特定的合作社 把你收購下來 可是你有解決問題嗎 當然沒有 因為大家知道產銷 那銷去哪裡 其實我們的風調雨順 產量 農民又這麼辛苦 又這麼 等於說氣候又這麼好 那過去的問題 為什麼沒有做出來 因為過去都把它是政治化 你看陳明文 陳明文 過去國民黨怎麼栽培他 27歲當嘉義縣的議長 27歲 粗話叫小孩子 你看 全力栽培 栽培到最後 你看到民進黨 他怎麼去對付自己人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那我們其實看到 台灣有這麼多的問題 我們看到民進黨特別的政治 他那時候告訴我們 不要仰賴中國大陸的市場 韓國瑜說 我豁出去人進來 不要仰賴中國這樣很危險 對不對 然後所有的打壓 蔡英文的口號是怎麼樣 要攔像 攔像到現在 我們所有的宣傳 花的錢252億 252億 那現在回收在哪裡 沒有 因為大家都知道東南亞 就是一個水果的市場 比我們還發達 比我們還便宜 對啊 它很多水果 我們台灣都沒辦法種 所以你要把它當作一個市場 是不可能 那今天我們看到了 每個官員都在表演 農糧署說 中國大陸不是穩定市場 我們不要去怎麼樣 那你過去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們的政治 已經把我們的農業搞垮了 那這些人 如果他在野的時候 他天天用這個來罵 他們執政的時候 做得比過去還糟 今天農民大家都可以來 自己來體會 就是 就好像我們前面在講藻礁 過去能否挺民進黨 把國民人拉下來 然後你更慘 那你碰到的情況 一樣就一樣 讓我們發現 民進黨現在所做的事情 都是他過去所強力反對的 是 更可惡的是 綠色執政 難道這些官員 都變得非常非常的傲慢 你可以看到 疫苗打不打 這是很多民眾關心的事 可是我們的指揮中心 副主任 我們指揮中心的這個副主會官 居然在昨天 在記者問他的時候 問他說 AZ疫苗國家有哪一些國家 其實現在有疑慮 沒有打的 他說我知道 可是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現在到底怎麼樣 疫苗不能問 菜價也不能批 淑慧 我是覺得 因為我也當過公務員 我也當過發言人員 我們可以不開記者會 或是我們可以說 這個目前沒有資料 都可以 可是昨天的專任人詳的行為 叫我來看起來 就叫霸凌 因為他有官位 他有詮釋 他有資訊 然後媒體是必須要去 跑這些資訊 是他的工作 所以他用他的詮釋 在霸凌小媒體 可是遇到大名嘴的時候 他們的部長 又可以每天七八點 就去上那個節目 把所有的記者會 不願意講的 全部都到了大名嘴的眼中 口中那個節目裡面 全部都講出來 那這種 也太大小眼了 太現實了吧 我昨天就一句話 你可以不要當發言人 來 國慶兄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我只能告訴指揮中心 因為他是籤子 要這一次 要這一次 去年七月半那些好人 在那裡可能沒回去 因為他說鬼打牆 他說鬼打牆 就是見鬼了 見鬼了 當然在指揮中心 見鬼了一定要叫發書 去掙蓋 這是最良心的建議 是 今天這個專人祥改口了 他說今天什麼都可以問 昨天我鬼打牆了 所以是不是要記改一下 是不是要記改一下 今天應該要回答他 我為什麼要